对于喜欢做饭的人 有时不常做饭 烙饼这事是不是觉得也不容易 有时是不是想吃饼 想想哎呀挺麻烦 不做了买两张算了 但我要告诉你软软乎乎层层叠叠叠 这小饼好烙 你愿不愿意学 这是一斤面一斤水 你们第一次做不要这样 一斤面淒凉水 其实这种软面不粘手不粘板 不粘盆也没有啥神奇的 我这手法用手抄底 或者有这刮板 用这刮板去炒给它整理成形 就完事了 用形不粘手了 就可以切面劲了 面板磨点油 用油仰面烙出饼 更软和更筋的 上面再封点油 行一个小时以上最好 做软面全靠饧面时间长 有时候我早上把面和好 中午吃饼或晚上吃饼 行好长时间 起层的关键 油酥要比油好用 油酥磨完了 按照我这种方法来包饼 就是它想不起层都难 你看咱们是不是留了一个大面 这大面要把这些小面都得包上它 这种你就记住了 油口的地儿你都给它捏死 然后包口朝下 现在别擀 让它醒个一二分钟 不回缩了 咱们再擀 把饼锅热上的功夫就能擀了 这小饼不怕薄 越薄口感越好 擀得薄 这饼特别容易熟 放锅不到一分钟 你看变色 气泡了就刷油吧 你看到翻面正铲着 都感觉它柔软是吧 喜欢做饭 爱吃面食的伙伴 一定试试这个方法 哦